17日有消息指出 金采源要签给 有价新部的经纪公司Source Music 该公司现在最大的股东是 Hyper Libros 且双方亦签完合约 未来将推出5人女团 Source Music想要从日本 找回公协销量加入 打造最强新人女团 其中会有2-3名是Izuan出身的成员 还有一名是参加过Produce48 但没有被选进Izuan的人 对此Hyper正积极地与日本方面协调 想要将公协销量带回韩国 创造新的女团 但目前来看状况陷入胶着 且其中一名被选入想要加入的成员 则是比起歌手活动 更想要朝演技方向发展 Source Music原是打造出 有价亲故的公司 但团体在2021年解散 目前是没有女团要运作的情况下 此次有意推出全新5人女团 也看得出来他们的野心 虽然一切还没有定案 但有价亲故当初解散时 状况连连也让粉丝相当担心 对于新的女团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 爱豆韩语社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哦